平常的农委会呢 今天在台南成大辉人赛区举办的场 土石楼的防灾演练 把历年来发生意外像是断桥啦 土石楼隐瞒民宅这些事件 实际的来演练 要在夏季台风清洗的时候 可以发挥最大功用 可怕的土石楼又来了 赶紧进行撤离 但就是有民众坚持不肯离开家园 在多名远景合力之下 总算把人给强制驾离 但不妙的是 有人被困在里头 想走也走不了 幸会消防人员驾楼梯来搭救 一方面也请来国军弟兄 清除土石瓦砾堆 但另一头状况又发生了 天哪 又是一起断桥意外 有好几个民众及驾驶人 来不及逃生在水里头 停停咕咎 还方便 强调好与众口骸出 那我们关心一个 陆下机身 通号接下来 因为防御感情 先开自己的联会 终架 抛权 救了 快要面临 生死一瞬间 救难人员 精准发射抛权枪 所以说我们在同一时间 申请抛权 冲业实际 这场游行政院等委会办的 土石瓦防灾演练 又是希望能够在台湖之间 来一次地发挥极乐 作出的功用